各位球迷,欢迎订阅中国女子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女篮加油 巨大争议,中国女篮七连败后,两人离队提前回国 中威指导的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在此前公布的大名单中,有五名后卫,分别是王思宇 杨立伟、李源、武彤彤和杨淑宇 七名封献分别是韩旭 李月汝、李梦、孙孟然、黄思静、张如和罗欣玉 不过在中国女篮启程去往巴黎时 不止带了这些球员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刻是在和比利时的热身赛中 明明不在大名单的潘真奇获得七分钟的出场时间 而且还不是最后的垃圾时间 反而是入选大名单的罗欣玉一分钟出场没得到 难道记错人了? 不少球迷都纷纷猜测 难道这是要临时调整大名单的节奏? 毕竟武彤彤业没有得到什么机会 大伤后的作用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不过大家显然又猜错了 到了第二场面对法国的热身赛中 罗欣玉获得了14分钟出场 四投两中得到了五分两篮板 潘真奇则一分钟出场没有 更加重磅的是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潘真奇和惊玉娜将离队提前回国 不会跟随球队去奥运村 这也意味着大名单绝对不会有变化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本来没啥问题 但是郑威指导左右摇摆的操作 真是让人不想讨论都不行 其实在大名单刚出来那一刻 关于潘真奇的落选就有很大意见 不曾想郑威指导在最后时刻还在考察他 结果是防守端被玩爆 进攻端也毫无剑术 难道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正确 所以特意拿出一场热身赛 告诉大家潘真奇状态实在不合适吗 可这样的代价是不是过大了一些 这支中国女篮在过去的热身赛中 两胜十一负 而且已经是七连败 状态实在堪忧 还能这样挑人也是真不太能理解 总之 郑威指导现在的压力会很大 他在面对法国时 还突发奇想同时放弃含蓄和李月汝 让五个小哥在场 结果是在这段时间被迅速拉开分叉 他可能有很多想法 也确实有打出过出色的战术 但是现阶段的女篮还是不太明确 却怎么高效进攻 球员们的斗志也大不如前 巴黎奥运会上真的还有机会站上领奖台吗 根据赛程显示 中国女篮的小组赛程将在7月28日开始 对手先后面对西班牙 塞尔维亚和波多黎各 三个对手看上去都不算特别强 至少和美国 澳大利亚 比利时和法国有差距 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 中国女篮自身问题也不少 李月汝状态最出色 含蓄体能有巨大隐患 李梦的外线手感还特别差 其他球员中能够提供的帮助 微乎其微 后卫线王思宇下滑明显 杨立维在商欲付出后也是不太行了 关于中国女篮的前景真的不太好预测 只希望热身赛留在藏底牌吧 以及对内气氛不要出现问题 进入奥运会应该要展示出无畏惊蓝的气势吧 不然真的没机会争夺奖牌 接下来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球迷们对此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宝贵建议 一起为中国女篮加油